这个视频咱来说说置点 要研究置点这个概念 就得从运动说起 提到运动 你可能会想到跑步 打篮球 踢足球 骑自行车等等 但是这里说的运动 不单单指这些体育运动 而是包括所有宏观物体的运动 像水的流动 飞机汽车的行驶 天体的运行等等 这些例子中 都是一个物体 相对于另一个物体位置的变化 在物理学中 就叫做机械运动 简称运动 那么要描述运动 诗人可以用疑似银河落九天 来描述瀑布中的水流 画家可以用线条 来描述火车的风驰电掣 那物理学家怎么来描述运动呢 一些具体的运动 比如一个人边走边跳 足球在地上滚动 蜻蜓在空中飞行 核心号动车 从北京开到上海等 这些物体有大小有形状 各部分运动情况 一般还不一样 精确描述它们的运动 是很困难的 那么物理学家就要做 它们最擅长的事情 抓住主要因素 忽略次要因素 进行理想化思考 比如动车 从北京开到上海 如果只关心 动车运行的距离 它远远大于动车的长度 那就可以忽略 动车的大小 而把它看作一个 有质量的点来处理 像这样 当物体的大小 形状 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时 就可以把这个物体 视为一个有质量 没有体积的点 我们把它叫做质点 质点只有位置 而不占空间 具有所代表物体的 全部质量 因为含有质量 这个信息 所以它不同于 只表示空间位置的 集合点 很显然 质点是为了方便 分析问题而引入的 一种理想化的模型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那什么情况下 能把物体理想化成质点呢 这就完全由 要研究问题的性质 来决定了 例如前面说 当研究动车 长距离运行时 动车的大小 形状就可以忽略 此时就可以看作质点 但当研究动车 通过大桥时就不行 又比如对于地球 当研究它造成太阳公转时 相比于公转的轨道半径 地球的形状 大小就可以忽略 地球自转 对研究公转问题 也没什么影响 此时就可以将它看作质点 但是当研究它的自转问题时 就不能把它当作质点了 再比如当研究蜻蜓 在空中大范围飞动的曲线时 就可以把它看作质点 当研究其飞行时的 具体细微特征时 比如翅膀的振动 身体的平衡 就不能将它看作质点 上面这些例子说明了 当物体的大小 相比于运动距离 可以忽略时 可以看作质点 但有些时候 即使物体的大小不能忽略 也是可以看作质点的 那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物体各部分的运动情况 全都一致 我们把这种运动叫做平动 平动的物体 只需要描述出一个点的运动情况 就相当于已经描述出了 其他各点的运动情况 此时即使物体大小不能忽略 我们也可以把物体当作一个质点来处理 比如动车的运动 其实可以看作平动 研究它从静止加速到30千米美食 需要的时间 虽然运动距离并没有多长 但此时还是可以把它作为质点来处理 当然这么处理必须满足一个前提 就是并不会影响要研究的具体问题 还是刚才的动车 研究它过桥的时间问题时 涉及到头部和尾部的区别 所以就不能用头部来代替尾部 就不能处理成质点 最后再给你举几个例子体会一下 裁判员判滑并运动员的动作时 运动员就不能看作质点 研究运动员在冰面上的轨迹时 就可以看作质点 研究乒乓球的空中弧线时 乒乓球就可以看作质点 研究乒乓球的旋转对运动的影响时 就不能看作质点 看了这么多例子 你发现了吧 不能简单的认为 很小的物体就可以看作质点 很大的物体就不能看作质点 也不能简单的认为 屏动的物体就一定可以看作质点 而转动的物体就一定不能看作质点 物体能不能被看作质点 与其大小没有必然关系 跟屏动转动也没有必然关系 跟远近冷暖快慢 形状规则与否等都没有必然关系 还是那句话 实际物体能不能看作质点 完全由要研究问题的性质来决定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就跟你讲了 什么是运动 什么是质点 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 位置的变化叫机型运动 简称运动 是最基本 最简单 最普遍的运动形式 而只有质量而不占空间体积的点 叫做质点 质点是一种理想化模型 实际不存在 把物体看作质点 就可以让复杂的问题简化 最后咱们重点讲了 什么情况能把物体看作质点 只要物体的大小形状 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 物体就可以看作质点 好了就讲这么多 赶紧刷题去吧 质点hd